之前,中国外交部发布对两名美国人的反制裁措施。这两个人一个叫余茂春,另一个叫斯坦恩。其中这个余茂春,最值得我们重点关注。因为他原本是中国人,现在加入外籍,成了美国人。而且还是一名坚定的反华分子。 简单的介绍一下余茂春。他原籍安徽,毕业于南开大学,1985年赴美留学。后成为蓬佩奥主持美国务院期间,主要中国政策顾问之一。对美国打压中国出尽了坏主意。在蓬佩奥下台之后,他非但没有收敛。反而这两年还继续作恶。余茂春对自己的故国如此狠毒。也算恶人中的奇葩了。 所以这一次,我们对这个原本是中国人。但现在却数点忘祖的家伙,自然是要狠狠地制裁。具体措施如下。一是冻结其在我国境内的各类财产。二是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,个人,与其进行有关交易活动。三是,对其本人及直系亲属,不予签发签证,和入境。很多人看到这,肯定就要觉得奇怪了。 这余茂春一个美国人,他仍一直在美国。他现在反华反得这么厉害。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回到中国来了。那么我们现如今宣布对他的制裁令。真的可以起到效果吗?答案是肯定的,一定可以起到效果。 而且这效果超过你的想象。虽说他在美国,可是在全球化的今天。有无数的美国企业在和中国做生意。这里面就是玄机啊。聊到这,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老熟人了。 他就是美国前国务卿。人类公敌,反华及先锋蓬佩奥。之前蓬佩奥是什么样子大家都还记得吧?可现在这哥们已经受到不成样了。 他刚刚做了脚步手术,他说他自己无法双脚站立,但仍坚持健身。我也不知道光凭两只手,他该怎么健身。但他为什么会受成这样呢?其实很简单,和我们的制裁令有关。 自从川普下台之后,蓬佩奥也跟着滚蛋了。两个佛佛,这谈风吻。蓬佩奥出来抖了一下风头。说什么佩洛西你要是不敢去,我就跟你一起去。后来就再也没出来过了,一下就沦为了边缘人物。按理说这不应该,一个美国前国务卿,下岗之后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工作的。 自己在任期的时候,随随便便给那些大公司一点甜头尝尝。卸任之后,人家投桃报李。给你安排一份年薪几十万美金的工作。 这都是很正常的。在美国政坛,这都不是潜规则了。而是公开的事实,大家都这么干。本来蓬佩奥他在卸任之后,本来打算去科赫公司当任高管。 据说谈好的薪酬是每月十万美元,每年三十万美元年终奖。可谁能想到呢,他平时作恶太狠了。得罪了一个最不应该得罪的国家。2021年1月21日,中国外交部宣布,对以蓬佩奥为首28名美国政客实施制裁。 这些人及其家属,除了禁止入境中国外。更要命的是他们及其关联企业、机构。也已被限制与中国打交道和做生意。尤其是这后一条最为要命,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。 美国基本上没有一个大公司,是和中国没有往来的。但是在中国的制裁令下达之后,科赫公司当即撕毁了跟蓬佩奥的聘用合同。 其实本来凭蓬佩奥跟科赫家族的关系。这份工作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但中国制裁之后一切就被推翻了。这是因为科赫工业在中国有巨大的生意。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。科赫在中国雇佣了超过十万人。 所以科赫家族完全不留情,立刻拒绝蓬佩奥的入职。于是一年一百五十万美金泡汤了。 蓬佩奥只能递简列给都邦、美孚石油、布音等公司。但他做梦,这些公司在中国一样有巨大的生意。 全部拒绝了他,竟你也不是啥金不拨。也不能给我创造财富啥的。还会影响我们公司在中国的业务。 所以滚好不送,后来知道蓬佩奥是怎么收场的吗?人家川普是亿万富翁,退休之后直接回庄园度假了。 而他蓬佩奥得着工作啊,得挣钱吃饭。最后他只能去美国的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职。月薪只有可怜的六千美元。加上杂七杂八的钱,年薪八万。 智库哈德逊研究所,研究的无非就是共和党那一套。小政府,认为气候变化是骗局等等。 蓬佩奥只能过去当个研究员,在那混饭吃了。要知道他可不是普通人,而是前院国务卿。 看着以前身边的那些下属们,退休后都能找到年薪几十万美金的工作。人家开豪车住别墅。参加聚会都是几千美金的高档西装。带着名表去参加的。而自己去趟聚会,回来这一个月都别吃饭了。 所以难怪最近我看蓬胖子怎么瘦了。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,没有任何一家美国跨国公司,愿意放弃中国的市场和供应链。 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。中国制裁的杀伤力也会越来越大。所以最后的牺牲品,只有那个叫嚷的最凶的刺头。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要针对某人,去进行制裁。以一国之力去对付一个个人还不简单。那简直就是核弹级别的碾压。所谓精准打击,所谓打蛇打几寸,不过如此。 所以我在这里要奉劝某些人。别看今天闹得欢,小心明天拉清单。你怎么知道你不是最后那个背黑锅的呢? 可是余茂春却不懂这个道理。他看不到蓬佩奥的下场。两年了,蓬佩奥都已经滚蛋了。可是他却还在西藏问题上。对着中国指手画脚,公开叫嚣。 也不知道,他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。你主子都成那样了,你一条狗却还要在这继续狂吠。你说最后能不收拾你吗?所以余茂春也注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 以后如果孩子问你,汉奸长什么样子啊?你就可以指着余茂春告诉他,这就是汉奸。国家养了他,送他出去公费留学。可他好好的中国人不做,最后却当了一条美国的狗。 这就是汉奸,但我们更愿意叫他狗汉奸。余茂春成了一个官方认证的汉奸。不知道这种民族败类,活在世上,还有什么意义可言。 自古以来,中国人在海外开花结果,全球各地都有。有的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,毅然回国效力。有的事业有成,慷慨回报丧子。大多数人都是在默默耕耘,打理好自己的生活和工作。 但余茂春不一样,他所有的荣华富贵,是靠着捅到中国而获得的。造谣言,献毒计,无所不用其极。 美国反华势力想到的,他去加以完善。想不到的,他去出主意弥补。他就像一条狗依附在蓬佩奥身边,随叫随到。 三月份蓬佩奥夫妇窜访台湾地区。余茂春也摇着尾巴跟了过去,还摇得特别欢。为了一点车马费,咨询费。 说要帮台独势力在美国搭建抗中联盟。为什么要将一个法律上的美国人称为汉奸?因为他不是先入了美国籍再为美国效力。而是他先当了汉奸,才换到了美国国籍。这是他跟别人最大不同之处。 有的人说没有必要唾骂他,只是各位其主罢了。然而这家伙可没那么简单。他不是政治圈的。他岂根是美国情报界的特务。在特朗普执政之前,余茂春默默无闻。关于他的信息非常零碎,连台媒都知之甚少。 这符合他中情局特务身份的特点,虽然默默无闻。但这二十多来,他一直在做损害中国的事情。损害生他养他的祖国。很多海外华人都是自己打拼出来的。而余茂春最令人不耻的是,他是拿着黄粮出国的。结果却吃里扒外,长期干着人不人鬼不鬼的工作。 彭佩奥担任中情局局长时,他就在肥鹏手下工作。返华是彭佩奥工作重点。于是,余茂春这位忠心耿耿的人自然也颇受器重。或许有些悲哀,无论余茂春如何仇视中国。在美国人眼中,他的价值就在于他是中国人。 彭佩奥成为国务卿后,就决定让余茂春浮出水面,走到聚光灯下。这时余茂春身份就变得很复杂。教授、学者、中情局秘密职员。 国务卿顾问,各种反华分裂组织的牵线人。凡是有分裂势力聚集的地方,就有余茂春。制裁余茂春是理所应当之事。这是个态度也是个信号。不要以为你披着一张中国人的皮。 你就能中美两头痴,对于茂春只有一句话。唐碧岂能挡车,浮游岂能汉术。汉奸,人人得而诛之。